我跟关小彤认识那年是三年 从图像给他接过来 我们拍夏日物语的时候 我那侄女是他爷爷徒弟的徒弟 大家好 我是疼不能说北京 胡同三哥今儿啊 带我们来了石上海电视剧的原型四合院 但是没想到 他和主演关小彤居然还认识 咱们快一块听听吧 这个就石上海拍石上海电视频 石上海电视剧 刘沛奇那个 对对对就在这拍 说有个哥哥自己留了个院 有关小彤吗这个 有也有关小彤 我跟关小彤认识那年是 03年04年跟他认识 我接他从通向给他接过来 哎哎您好师傅 我那会儿我给他接过 我们拍夏日物语的时候 我当时给他接过来的 我觉得关小彤真是北京孩子里算大美女 对对对 他老说咱们欠一书出去老叔 我那侄女是他爷爷徒弟的徒弟 关圣征老先生 对对对对对 取义协会的那个 对对对对 嗯就我从小 那唱那个 秦书 对 这个是人家过去是文国 现在是一个双肩背 过去没有钱 是做一个方形的木箱子 背在身后 上班搁上纸 底下搁上笔和叶 说再说了 说过去你考状元 考上状元走了 您才说有文化 有那什么 嗯 呃 现在是大学生毕业了 好多给你一文凭 哪都可以去 过去不然 知道吧 所以说怎么知道 咱比如说 您考上状元了 知道您家有文化 没考上的 怎么办呢 就在家做 门口做两个方形的门堆 证明在家也是文化人 哦 用门堆来代表 哎对对对 所以说 他那门堆有大有小 有这么大小方块的 也有大的 也说他不一样 所以说 这个他是好几种 用意 哦 哎 是刚才我给您解释 这是两种用意在里头 哎 所以说 他是好多不一样 就是在这儿了 啊 您看您现在这双肩背 过去人出面 这都是 双肩背都是 哎这改的 改过来 哎 过去是一个方形木箱子 背在身后 上面搁上纸件 搁上笔和燕 那是 看胡同风景 品百为人生 真是没想到 深山海电视剧的原型 还真是在这个院拍摄的 而咱们的胡同三哥呀 还跟关小彤认识 对了 您可别小看这条胡同 有很多经典的四合院 您要是想看 记得点赞 咱们下回接着讲 准备吧 我嘛